欢迎大家收听《雜誌背后背后的背景》 为大家介绍我们深度报道背后的采访故事 我是芷乐 在两个星期前我们有出一张故事 介绍一班社工 他们最近开了一间地产公司 说要搞一个社会地产 出了一些良心劏房给一些基层街坊 今集的节目我们又邀请了这间公司的创办人 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 邻居地产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 赖建国上来和我们一起聊聊 阿葛你好 你好 阿葛可否介绍你自己 我叫赖建国 就是邻居社会地产平台的董事会主席 也是全港关注劏房平台的成员 郭尔想问一下你 你刚才说你们是搞一个社会地产 可否说一下社会地产是一个什么概念 其实我们就想用一个非牟利的方法 帮助街坊找楼 我估计现在很多时候 如果你要找楼都要不找地产代理 而地产代理的朋友 因为他的薪酬都是从地产代理的佣金 所以我们就希望在这里能不能帮助 减低他要给的佣金 令到他们在搬屋的项目就比较方便 近几年香港的变化很大 在政家庆议上 我估计都不可能再用以前那一套方法 找不同的游说 或者做一些行动 去令到政策转变 所以我们都看到 其实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服务作为倡议的手法 所以我们希望这次透过我们提供服务 帮到街坊也试试到一些新的方法 而希望如果这个方法 政府觉得可以的 就参加我们的做法 将它的规模拡大 但就算不行的话 政府不接受的 我们也可以帮到街坊 譬如做了社工这么多年 突然间你要去投身商界 去搞一间地产公司 其实那个过程是怎样的 其实这个过程都很复杂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拿地产代理牌 不是个人 公司拿地产代理牌 其实很复杂的 因为在地产代理监局里面 其实它不会排给一个非牟利团体 所以很多时候 其实就要将一间公司 所以我们在这里都经历了很久 搞了一年多才成功 拿到地产代理牌 才可以开到这间公司 帮到街坊 那你们就自己要去考牌 是的 我们的同事要去考牌 我也考过的 很努力地 但是未成功 所以同事要考到了 拿完牌之后 就可以开店了 譬如说你们的公司是怎样运作 和一般的坊间 你看到地产代理是有什么不同的 基本上我们就靠基金 资助同事的人工 所以我们可以在佣金上作出适当的调整 但是当然在基金会上 也希望我们能够自负盈亏 也希望可以在最低限度买向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都在部分里面 可以收回一些费用 以资助整个的运作 我认为同一般地产公司 最不同的就是 我们的同事就不是 透过佣金去支付的薪酬 而我们也希望由于这样 我们也希望可以帮助街坊 在及后的支援 包括租一间屋出去 无论租口或业住口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支援 让他们在那里住得比较安乐 比较适合 比如说那个身份 你们也会有一些地产代理 他们同事是社工的 在做事的时候 其实这个角色是怎样 是一个地产代理 还是一个社工的 我们的同事基本上 都是比较少地产代理经验 都是一个社工 或者做在地区组织出身的同事 所以我认为立新的 第一个一定是 作为社工 或者作为一个社区组织的同事 作为一个角度 我认为再次之先 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 所谓的配对 或者找到工作 所以我们要有个地产代理牌照 所以我想我的同事 在整个工作过程里面 其实都以身为 工作是一个原则的 就是帮助街坊 不是帮他找到 不只是帮他找楼很简单 而是希望帮助他在搬尖 或者找到过程 来保障他自己应有的权益 也看看有什么其他 除了找到房子之外 有没有其他支援可以帮到他 比如有没有社服务是适合他 他也应该有的 我们也会帮他做一些结练的 比如刚才听说 就是帮街坊找完一层楼之后 就是租楼之后 是会做得多的事 现在一般的地产阅 exist 另外我想問你 例如我聽到你講過之前 你們找了一盤回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準則 例如想出租良心劏房 究竟良心劏房 你們的定義是怎樣的 我們覺得最低限度都要有槍 而且面積也相上 當然也要視乎街坊的承受能力有多少 我覺得我們在過程中盡量透明化 令街坊知道這個單位的利和弊 到最後決策交給他 所以我們會提出 如果我們看到不同單位的時候 都會提出這個單位有什麼好的 可能他要考慮的地方 當然了 街坊都受到很多限制 包括經濟 包括地點 小朋友 或者上班的地方 所以那些都會限制他有的選擇 但我們希望在這樣的情況下 選擇是最好的一個給他 譬如說要有槍 有一定的面積 我們未必做到廚廁分開的 因為現在有些可能 但起碼廁所都幾幾利利 廚房最好盡量可以有一個另外的地方 正如剛才所說 街坊的預算有限 所以如果要找到完全一個廚房一個廁所 那個可能他未必能夠負擔得到 所以剛才正如我所說 起碼他要知道這間屋 我們看到覺得有什麼問題 他考慮過 如果覺得這些問題他都能夠承受到 這個可能是他的選擇 經過你們一輪篩選之後 譬如說你們找到一些在區內比較理想的環境 現在大概是一個什麼情況 現在其實可能都要五六千元一個單位 譬如上次好像都跟阿昇去看過那個單位 其實那都五六千元的已經都要 所以那個已經算是一個比較好樣的單位 但可能是百多尺左右 可能已經有百多尺 只要把廁所放在裡面 沒有廚房的 上次我輕輕又選了一個廚房仔 也算是分開了廚房和廁所 那也算是一個比較理想的 但如果你放了一張床內 可能就剩下很多地方可以用 這個就是荃灣區的例子 剛才聽你說 你去找盤的過程 也有很多條件 最後也是篩選多些盤出來 我想知道你們在找的過程是難不難的 其實都不容易 因為我猜第一 就是我們都是剛剛成立 所以街坊或業主對我們形式 仍然是比較少 很多時候都要透過地產代理找的 因為業主可能把盤放了給地產代理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便要隔了一層 所以就算我不收我們自己的街坊佣金 也要收佣金 所以變成我們在議價能力上 也比較少 所以我們都很歡迎 如果聽眾有一個樓盤 就歡迎聯絡我們 因為我猜當我們直接找到業主 其實可能在談判或談判的價錢裡 更加幫助街坊 所以我們現在的過程中 都是靠地產代理 租客有很多街坊 找我們幫忙找房子 但是盤還仍然要找到 所以如果有的 絕對歡迎大家聯絡我們 比如剛才也想追問 你找不到盤的原因 會不會是你們的 譬如良心湯莫定義 你們的條件就定得比較好些 但是現實就可能不太理想 其實我們在找的時候 其實定義上 如果他有單位給我們 我們會上去看看 就看看環境下的情況 我想我們都談了很久 究竟哪些單位是合適呢 當然最初定了很多不同的要求 包括一定要廚房 有一間廚房 廚房廁所 人均面積可能要回到7平方米或以上 但是我慢慢一邊找的時候 發現其實如果我們定義了很多條款 其實可能令到街坊 即是我們已經不納入考慮的話 其實可能令到街坊所就更加少 所以我們在過程中 最最後都採取一個 最低人有窗 因為覺得空氣流通是很重要的 而獨立的廚房 廚房最好分開 我覺得最最後我們會留到街坊的決定 但是我們會告訴街坊 就是如果我們看到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有什麼問題 或者這個單位有什麼好處 什麼不好處 最後留到街坊去決定 可能這個是一個比較實際做到的事情 因為街坊只要有他的考慮因素 包括剛才說的錢 他的地點 譬如堵的一層樓 小朋友 上班 所以他都受到很多的限制 如果我們能夠清楚地告訴街坊 那些單位 我們看到的限制是什麼 或者有什麼好處 好處很多時候 地產代理一定會說 我猜這個不容易說的 不容易太難的 但更加重要地 這個單位我們看完了 我們覺得這個單位有什麼問題 他要考慮的是什麼 等到他自己做什麼決定 可能最初就想找一些比較好的單位 但後來就發現原來現實就不是那麼容易 變成都少少妥協 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覺得房屋做政策 創意的很多時候都是太平藝術 你很難拿著原則就到尾 但我覺得你要有最基本的準則 或者守則 你要堅持 譬如另外我覺得透明度很重要 街坊要知道這個單位 究竟有什麼不足地方 他覺得這些不足 他覺得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我也不能夠說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要 他可能不要的時候 他可能住得更加差的地方 或者他更加不理想 譬如他現在被迫遷的話 你說這裡不好租 那裡不好租 那你住哪裡 所以我覺得 在現有限制下 找出路 可能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我也想知道多一點 你們成立最初的時候 譬如說社工 以前可能會多關心政策 都真的要投身商界 甚至乎我們經常批評 那種劏房的經營 是否會有少許不道德 或者是有些問題的時候 你們要投身這個行業的時候 除了剛才說過的 那些房間要有槍 要有多少人均面積 才去做這個生意 除了這些事情之外 你們還有什麼是爭論的 其實我猜由傳統關東平台 在2012年成立到現在 其實我們都面對著 最初的時候 第一要面對著什麼呢 就是一些行家 或者一些朋友都會提 我們說 因為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講了一個過度性安排 就是現在的過度性廣告 用限制的學校改建 限制的空地改建 甚至接下來李家超說的 簡約公屋 都是源於這個過度性安排 我們最初的時候 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 其實都面對著一些挑戰 就說 你們搞什麼事情 過度性安排 我們應該全力叫政府建公屋 那就不要再搞這些過度性安排 那我猜偶爾 都還聽到一些這樣的聲音 但是我們當時的考慮就是說 我們覺得建公屋 是一個最後的解決方法 而是它的設計安排的方法 這個我們絕對同意也都贊成的 但是我們看到 就是在短時間之內 其實那樣是出現不到的 我猜由梁振英年代 到林鄭到現在李家超的年代都好 其實你看到 遲遲都建不了足夠的公屋 所以你看到輪流的數字 一直都是延長的 那在這段時間裡面 如果我們只是爭取建公屋的時候 那些家方繼續在劏房裡 繼續面對著生命的威脅 那所以我們覺得就是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一些中途方案可以想呢 那我猜我們在2012年開始 已經是面對著 我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叫妥協還是怎樣 但是我們都叫做 穩住一些中間解決方法 那我猜今次我們做地產 我猜我們同一樣面對情況 就是那當然我們最理想的是 政府馬上解決到劏房的問題 就是一間劏房都沒有了 但是過程裡面 都仍然有一堆房是要住在劏房的 那怎樣幫到他們呢 那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嘗試找出的出路 那他都覺得不是一個方法 其實很多方法都可以的 不過我們暫時 暫時我們自己的團體 就在做地產代理 希望幫助街坊 在找屋過程裡面 那個權益能夠得到一定的保障 那聽你剛才說了那麼多 都是會說到就是大角的劏房問題 都好像是很難去很快地去解決到 那因為作為一個中途方案 那在這個過程中間 都需要去投身的市場 那令他可能是比如說 理順一點 或者是比如說 一些事情可以做得好一點 那樣 所以你就決定走這一步 但是始終 譬如說 社工通常都會去想一下 怎樣去解決政策 譬如說 怎樣去消滅劏房 令到他慢慢不存在 但是你們反而是 走了一步 就是要去投身的市場 那其實這個過程裡面 除了你們會有些討論之外 其他社會界的行家又會怎樣看 那有沒有一些反對聲音 就是和你們也有爭論過 其實我估計我們這十幾年來 其實都面對了一個挑戰 就是其實是否 行家裡面都會說 你們是不是在解決問題 還是還是我們只不過 給止痛藥他們呢 那病仍然是存在的 那你給止痛藥只不過延遲那病 你不是醫好那病 那我們會覺得就是 很多時候如果你要醫好那病 可能都需要很大的事 很多很長的時間 那如果我們要解決其中 就是令到那些街坊 住得好一點 安全一點的時候 是什麼短期有效的方法呢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 十幾年前 我們已經提出過性安排 那我估計現在我們同一時間 希望除了過性安排之外 那其實有沒有一些 在找屋的過程裡 幫到那些街坊手呢 那當然當中很多的 不同的掙扎 包括可能就是收不收勇金 包括加了幾大小 哪些才可以出租 那我估計我們爭論了很久 之後就決定了現在的方案 就是其實我們基本上 都會收街坊佣金的 那當然可以視乎它的經濟情況 而作出不同的調整 那令到一側就可以 我們那個計劃可以有機會 有一些收入 可以令到延後之後的安排 那第二也是幫到一些街坊手的 那希望作出一些 你說桌葉譜 你說一些轉折都好 令到我們也幫到街坊手 同一時間令到計劃可以 那現在已經運作了大約三個月 那其實有沒有成功去幫到一些街坊 其實生意是做成怎樣的呢 我們其實生意是一般的 我們到現在成功做了一宗 到今天 都幫到一個街坊手 找到的單位 也都簽到一些臨時合約了 那當然我們希望繼續下去 我估計都是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開了三個月 那坊間可能對我們的認識 都還沒有太多 那希望坊間認識 我們多一點的時候 能夠有很多業主在我們 我們其實是有很多租客 想找單位的 那如果有很多業主 我們可以找得更順利 那如現在租客那些 即個案大概有多少 我們都有幾十個租客 找我們 現在我們已經保持著 不斷 就要是出了街坊 亦都有一些街坊 我們說笑 有個沙特國的街坊 正在聯絡我們 所以很遠都有 但其實我們沒有 我們的辦公室會在荃灣 所以我們都希望在荃灣 或是葵青區 但其實如果有街坊找我們 都沒問題 我們都會照樣幫忙 譬如你們現在開了一個地產店 其實某程度上 譬如你會做一些社會地產 會有些後續去幫助街坊的支援 其實某程度上都好像一個 小小的社區中心的模式 譬如說 我想問一下 譬如你在這三個月去營運 除了說有十幾個租客幫忙 他們背後是有什麼故事 你看到的 其實很多街坊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都被迫遷 因為很多街坊 因為我租管到現在 走了年多 開始有些業主 可能會跟他們說租租 或者我不租了 或者加租 我們都面對著很多街坊 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都希望盡量幫到街坊 去找一些單位 其實不容易 因為很多街坊 在很短時間之外要搬 我們可能是其中一個選擇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單位 當然可以幫助 但剛才說的 我們都要靠地產代理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行規都不能夠自行利糊 我們都試過有個個案 剛好地產代理又說有個盤 到最後我們已經知道 其實地產代理很想要介紹那個盤 給街坊 所以我們為了行家 既然都叫行家 都不要自行利糊 所以都叫街坊 去找地產代理 所以我覺得 在我們經營的時候 其實困難也一定在 因為始終我們不是街坊 沒有人汪煙 我們透過我們的網絡 其實找到很多租客 但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的網絡 還未延展到很多在業主上 所以都呼籲一下 如果有業主就可以找到我們 街坊除了有個 真的要找到需要之後 背後 你看到有更多的 不同的個人問題 或者社會問題 是你們可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介入和跟進到的 其實本來很多時候 對街坊來說 都是很大的壓力 因為你想想 由被業主通知要走 找到一間屋 其實面對壓力很大 包括要想想搬哪裏 如果搬得遠 小朋友 讀書 是不是要搬 搬 然後搬屋的過程 要找人搬 搬是一個很貴的價錢 還有一些傢俱 我覺得對街坊來說 壓力都不小 而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協助 可以幫助監裏 盡量減低壓力 我們不會敢說完全沒有 但你怎樣 譬如我們可以幫他找到一些搬屋 或者一些維修 裝修間屋 希望可以幫助監裏 令他減低搬遷過程中的困難 我希望我們的服務可以幫到監裏 就是你覺得這個地產代理 或者我們的同事 其實值得你相信一個 我們不是從中謀利 而是從中幫助大家 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信心 而當他覺得這個人是他信得過的時候 也減低了他面對的壓力 怎樣可以找到一些同事 再問一兩句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網絡 去找足夠的資源幫助他們 剛才聽你說了不少 就是關於怎樣幫助租客的經驗 另一方面我也想從業主 或者劏房的數目的分配 變化去看一看 例如看一些數據 過去十年 全香港劏房戶的數目 是增加六成的 就由2013年的大概是66,900戶 就變成2021年去到107,000戶 而你們落戶的全灣區 劏房戶的數目 在全香港都排名第四 算是一個比較劏房密集的區域 例如阿葛我想問你 例如在這幾月去找盤的時候 你見過一些比較差的環境單位是怎樣 例如除了剛才你說的廚廁都很難分開外 還有沒有什麼事情你會看到 還有我想知道一些 例如你在接觸業主的時候 他們會背後是一些什麼人來 有沒有什麼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差單位幾差都有 例如天台漏水 例如天台漏水 也有見過很多 也有見過 在單位上大家可以想像的 通常在舊的樓裡面 在頂層那些都很差 包括滲水 現在天台比較少 因為現在政府都清得比較多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是天台拿一層 就是頂樓 頂樓的情況就會比較惡劣 有一次探訪過街坊 他是兩家藍亞裔的朋友 他是一個家一個人 他就住白天 配合他的家鄉 就是他的同鄉 就住晚上 因為一個人回到晚上 所以兩個人合租一個單位都試過 其實你都幾難想像的 因為那間屋應該是自己的 因為我晚上不回來 我就把單位晚上跟另一個同鄉租 他就住晚上 我就住白天 我回到晚上 這個其實我們見到 在政府做了這麼多事情 過去十年後 但你見到其實當房的數字 都沒有下降 其實仍然是上升 所以你見到 視乎措施的成效也未必足 我們覺得在期間仍然要做些工夫 令到住在那裡的街坊 可以幫到他們的手 例如剛才你說 業主上面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都試過見到業主是婆婆 她的房子很大 只是租了一個房間出去 因為她又不敢租其他人 因為她很擔心地產代理會找她 又不擔心會不會租到什麼人 所以我們都期望 如果這些業主找到我們 我們可以幫她找到合適的租戶給她 因為很久人家都很擔心地 就是有個人租了我的房子 又不知會不會搞到很爛債 怎麼辦 所以如果這些單位都能夠 騰空出來給人租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幫到一批街坊手 所以我們這個計劃希望幫一些 年紀大的業主 如果她有一個單位 她又想盡回收入 但又很擔心 不知道找到什麼業主 也不知道找到什麼地產代理 我猜我們這個計劃 都可以幫到這些街坊手 你也帶出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就是 業主可能某程度上 都是一些比較弱勢的一群 譬如老人家 尤其是老人家 她只有一個單位 她可能靠她來賺食的 或者幫幫忙生活的 那些就很擔心 因為我也是見過不少 她真的不敢租 你換轉位 想想她也是 因為我也不知道地產代理會騙我 第一 第二 我也不知道租了給一個租客 她會不會不肯交租 那她不肯交租 那我怎樣呢 我一個老人家 我怎樣跟她追呢 所以我也覺得 這一堆年紀大的租業主 其實她可能拿著一堆單位 但可能又比較破舊 對老人家來說 你給我錢去維修 可能我又花不起 所以這些我們都希望 在過程中幫助這批業主 令那些單位可以拿出來出租 郭佳 剛才聽你說的 就是你也講到一個 南亞裔的例子 就是說 一間劏房 兩個人 日夜就是不同的人去住休息 我想知道多一點 譬如說面積有多大 是一個什麼地方 還有這個情況 會不會出現 其實那是一個頂層的單位 她不是天堂 天堂拿了一層 就是頂樓 其實我隔壁都是南亞裔的朋友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南亞裔的朋友 其實是最弱勢的一群 因為中場就是 連我們都 一般香港人都不租的 他們就有機會租到 所以剛才我說的那兩戶 其實是一個單位 兩戶的朋友 其實住在頂層 那單位其實是 我想沒有100呎 其實是很小的 那就是一張床 裡面有個廁所 差不多已經見光了 所以她那兩戶 那兩戶 住在同一個單位 其實就是 她去探訪她 就說 我們住在這裏 晚上就是另一個人 因為我們便宜租 我們也很難找到租 所以很難找到人 肯租一間單位給她 所以就決定兩戶人 租一個單位 一側便便宜一點 二側亦都找到地方居住 她睡一晚 就是過來睡覺 就變得可以 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不會是 一個星期七日 一年三日六歲 都會上班 如果你不上班 那怎麼辦 那些日子 怎樣處理呢 我覺得那兩戶人 用同一個單位 其實真的是一個 香港獨有的情況 剛才說到南亞一個例子 都看到香港基層的 惡劣的主要環境 其實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什麼改善 而且好像是 不斷有些新的惡劣情況出現 例如說回我自己 我為什麼會開始去採訪 劏房的問題 或者基層住屋的問題 都要倒數回 大概都要十三年前 那時候就是 碼頭圍堵 土瓜岩就有一個臨樓 那臨樓事件 就披露了很多 劏房居民的 惡劣環境的問題 我還記得那時候 發展的局長是林鄭月娥的 那時候還有一些 叫記者 就說會有一些 全港的巡查劏房行動 就出了報告 會做事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 這麼多年來 巡查劏房 或者一些規範劏房 規管劏房的政策 其實政府有做了多少 我們看到 其實在2012年 我們成立到現在 其實政府 始終都沒有膽 規範或者取締 甚至有人曾經提過 說可不可以登記 但你見到 其實大家都沒有任何進展 即是三任政府 包括現在李家超 那你見到 其實大家都不敢碰 這個劏手山戶 因為當你登記的時候 就很賤理 就知道有多少人 所以他現在有個數目 那他都是不惜居所的家庭 但是如果他要登記 全港劏房住戶 其實我猜他會面對著 登記了 那你怎樣解決這幫人 那我覺得他 作為政府 他現在還有一個 長遠解決方法 你見公屋都仍然是 起不夠數 所以如果他拿著名單 那怎麼辦 所以好像以前 以前遼屋區 1982年的時候 那時候做8261 就是登記的時候 其實登記了所有的 全港的遼屋 但是我見到 近這幾十年 其實政府都很少 可以再做這些登記 即是就算農屋 其實他都不是登記 他都是說 總之你不符合 那些條件的時候 就不可以經營農屋 那如果你做的話 你就要符合那些條件 那我懷疑 如果劏房 可能都要做出這個方法 他要做劏房 可能要符合那些條件 但是你見到 其實在記憶政府來說 一邊談 其實都談不到什麼結果 在這個狀況上 剛才也說到尿屋 我都很記得 譬如我最初入行的時候 大概都是2000年 2001年那些年代 當年就是清拆 轉著山的大漢村 那時候作為一個 剛剛入行的記者 就很記得 如果全香港 你要看到是惡劣住屋環境 或者那種貧富懸殊的現象 就最重視到 就是大漢村 因為對面就是星康明居豪宅 但是大漢村拆了之後 現在就在建居屋 那麼 惡劣的環境 你很容易一眼看到的東西 就好像沒有了 但是那些問題 就好像沒有解決過 就好像搬去劏房 例如我都知道 你九十年代開始入行 譬如說 你自己還有社工的眼睛 你看到一些 香港惡劣的居住環境 其實那個演變是怎樣的 其實好像剛才說的 以往我們看得到的 包括農屋 包括尿屋 現在慢慢很多時候 就失縮了在一些隱蔽的角落 但是那些是沒有改善到的 譬如我入行的時候 見過一個街坊 是住在廚房上面 就是那個業主在廚房裡面 搭了一個角仔 盡用那間屋的每一寸 除了那個角仔之外 其他地方就是龍屋 就是其他的空間 那街坊就基本上 坐在那間屋的單位上面 是真的不值的 就是坐不值的 所以他一定是要下來的 我經常說他好像燒賣一樣 因為下面煮飯 他上面就蒸了 那到我在二千年打後 其實見過重建區的街坊 也都特別的 那個街坊就住在一個 樓梯轉角的地方 應該是屬於一個公家的地方 但是有個業主在那裡 就間了一個房間 那個街坊就住在那個位置 你看到現在我們似乎 從九十年代到二千年 到現在住在劏房 也有機會見過 有些劏房是一個地鋪 而是間了兩層 就是一個樓梯比較高 那就間了兩層 上面睡覺 下面就是日常生活 千奇百怪的 你看到香港的住屋情況 但是似乎 我也仍然有 剛才說的 十萬戶住在這種環境 政府有多少措施去幫他 其實我覺得仍然是很多不足地方 包括就是 當然我覺得建公屋 是一個解決方法 但是在你建不夠的時候 譬如保障街租客的權益 那怎麼辦呢 我們吵了很久 最後就在去年 我們開始有劏房 去租母管制 但是也沒有起子租金 實際上還有一年了 你看到最近有些數據出現 大家看到 登記只有萬幾個 檢控違規 檢控得 就是收到的 中數 實際上 我覺得在街坊的經驗 一定不是這樣 那樣的情況下 似乎政府 又看不到 今天政府有些什麼新的措施 除了解決公屋之外 輪不到解決公屋 或者住不了解決公屋 住在市區劏房 或者住在劏房的街坊 不是只是市區 就是劏房的街坊 其實你有什麼幫助他呢 既然定了這個 這個租母管制 其實是不是應該趁現在 值得去優化它 譬如例定這個 起子租金 檢控那裡 可以做得好些呢 我們覺得 甚至我覺得 更加長遠來說 應該定立這個住屋標準 在這裏 其實我們經常都想說 我們是一個聯合國 社經民的團體之一 就是地區之一 原則上我們應該要守 聯合國那七大的住屋權 但是在我們的 長遠貨物策略裡面 只不過列出了兩點 就是適切而可負擔 這個界定是用了公屋 而作為適切 也可負擔 而私人樓 只要你買到的單位住 應該就是可負擔 但是我們看到 就算用回政府數據也好 你也看到 每年都還有 去年也有十萬人 住在不適切的地方 政府有什麼具體措施 去減緩那些人 減低的數字 其實我們也不太看得到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能夠定立住屋標準 當有一個清晰的標準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可以定到一個路線圖和時間表 令到住在這裡的街坊 也有一個比較清晰的盼望 我也想找你評論一下 譬如現在現屆的政府 或者上一屆都是 似乎會用很多 譬如貨櫃屋 過度正房屋 或者現在的簡約公屋 用一些中途措施 想暫時舒緩問題 但譬如這些過度措施 會不會慢慢慢慢 變成不斷延續下去 你怎麼看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也很擔心 會不會 以前剛才說的 有些朋友說 這個中途措施 就變成永久措施 但第一 當然我們不希望 這個變成一個永久措施 因為這個也希望 政府用這個短快的方法 去幫助街坊 短時間處理住屋的困難 或危險 但長遠來說 也要建立足夠的公屋 因為那個才是最後 街坊落的地方 所以也看到 為什麼很多街坊 譬如你見新界的過食火 或者選了公屋 其實估計都不會很多人申請 現在事實上也是 現在那些過食火就不是很多人申請 很多時候都覺得遠 那個也不是他們生活開的地方 所以對街坊來說 過食火和簡約公屋 都是一個臨時短期 所以街坊來說 他就會考慮 究竟我搬去住幾年 或一年兩年 然後我再搬上公屋 不如留在這裏 留多一會 然後再住會不會好些呢 我覺得 如果我們不是朝著 建公屋 或是用公屋 作為一個解決方法的時候 其實可能到尾都是解決不到街坊的需要 郭佳 最後想問一下你 譬如你 由九一年到入行 到現在都繼續去關心 國防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個取向呢 其實我入行的時候 是做青年工作為主 最初的時候 在未讀書的時候 入行的時候 都是受著老師的啟蒙 但是我們看到 原來很多人 住在這麼惡劣的環境 我覺得做一步 令到我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解決住的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某部分可以舒緩到 一些朋友在他們生活上面 或者在他們的成長過程裡面 面對困難呢 我們經常都擔心 現在其實住在劏房的小朋友 他的成長 他的讀書 他的生活 他的健康 其實都受著環境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花多些功夫 去解決到住屋的環境 當然不能夠完全解決所有問題 但是起碼解決了部分 在一些他不能夠控制的外在因素裡面 他解決到他 就應該幫助到他 舒服了他一定的需要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這麼多年來 都投身在住屋的運動裡面 都希望 從這個角度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朋友 其他環節 可能由其他朋友去幫忙 但是我覺得 我比較有興趣在住屋上面 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比較徹底的解決他的問題 他不能夠自己解決的方法 你自己在任務 做社工期間 都看到那個農屋是取締了 有沒有信心可以在劏房取締 是一個要做到的事情 當然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看到住屋 農屋 不算是這個劏房 是不存在的 但是 我看到現在政府的措施 都有點擔心 因為不惜住房 各地都有了 無論好富裕的地方也有 或者貧困的地方也有 當然貧困的地方也有 我們住得更差 但是 我們都希望政府有些的措施 因為當年取締農屋 其實政府用了接近十年的時間 用了不同的方法 很積極地去幫助街坊 我們看到現在在劏房上面 我們不是看到太多政府 很立心地去處理 解決這個劏房的問題 所以 現在的人數也不少了 以前你要解決的是一個男人 住在農屋 多數是男性 當然有女性 主要是男性 一個男性 居住的問題 所以以前可能相對容易 現在你要處理 是一個家庭面對的困難 所以那個問題會複雜很多 所以你看到在劏房上面 我們都很期盼 政府有很多不同的措施 去幫助這些街坊 現在我更加覺得重要的是 多些跟民間去商議 討論一下一些什麼方法 去幫助街坊 不要變成一個 爭取政治資本的一些方法 很吸引的 我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中央官員都很關注 但是你是否正正和民間去商議 解決方法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 以前在取替龍的經驗 其實政府是怎樣做 做過什麼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以前他用過幾個主要方法 包括第一就是自己 建一個單身人住宿舍 在市區上扣植單位做一些安置 亦都加快上樓 就是體素安置 就令到住在龍屋的老人家 或者單身的男人 就盡快在他立例之前 大致舒緩了 另外就是立例 如果你經營了一張以上的床位 你就要拿牌了 令到那個經營者減低他的動力 因為很麻煩 就要搞這樣做這樣 就令到龍屋的數字減低了很多 當然就不能夠完全消滅了 現在商務部還有一些龍屋 或者棺材房存在 其實都是龍屋 仍然存在著 但是就已經明顯地減低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 你要做一個決心 和有一定的措施 現在你看到 很多時候他在用一些舒緩的措施 他就不是在解決他的措施 如果你相對來說 例如龍屋會建立單位 現在其實是他在建公屋 但是很遠 建都未夠 所以那個 令到那個問題 似乎十幾年來 好像舒緩了一點 但是又未完全看到解決的一天 不過看回數字 就好像是十年都升了六成 有沒有舒緩到 大家看數字就很清楚 另外剛才你說到 政府和民間斷體溝通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例如說 近幾年 你們和政府溝通的渠道是怎樣的 我們整十年來 經歷了第三任政府 我們看到前兩任政府 其實我們和政府官員有很多的聯繫 很多的交流 很多的對話 令到大家都明白大家的困難問題 我們都提出我們民間的建議 或者一些可能的方案 但是近幾年 政府我們就很期盼 我們都很盼望 政府的有關火的同事 可以和我們討論 我們都用著不同的方法去找他們 但是當然 暫時都未能夠成功 不知道因為事忙還是怎樣 都期望他和民間去討論 因為我覺得民間有很多智慧 也很多我們面對困難 當然我們都想理解 為什麼我們有些建議 其實他不能夠考慮 這也是方便我們幫忙 去找一些的方法 我覺得一個好的政府 完善的政府應該是能夠和民間多些接觸 不只是聽自己聽開的聲音 而是你應該和一些不同意見的人 多些溝通 你才能夠找到一個政策的出路 關於香港的住屋運動 住屋權益 有沒有什麼想和現界 政府反應 譬如透過這個節目 我們希望第一 政府和民間溝通 聯繫 第二 我們覺得現時住在劏房的街坊上 其實都是需要大家去幫忙 為什麽我們覺得 譬如完善整個租務管制的法例 加強巡查執法 那些都是重要的 不然對於住在街坊 他不能進入教育公屋 或者不能住在郭靖房屋的朋友 那些街坊你怎麽幫他呢 當然在郭靖房屋那裏 其實都要想想 其實如果他在郭靖房屋 未輪到上公屋的時候 後續安排是怎麽呢 所以這也是令到街坊 為什麽政府做了這麽漂亮 都叫做OK的過程房 或者隔了公屋都好 但為什麽那些街坊不搬去住呢 其中原因那些街坊都擔心 就是我住一兩年之後 如果你這個計劃完了 我又未上到公屋的時候 那怎麽辦呢 我是不是要搬去劏房屋呢 我一來一回 那幾年我住得很舒服 但是我住在差的地方 那我何不如繼續在那裏等呢 那所以這些令到街坊 其實都卻步的 在郭靖房屋那裏 所以如果他能夠說 一答應街坊 其實我們會盡量 令你由郭靖房屋 由這個項目 如果這個項目完結 我們都知道地有限的 然後搬去另一個計劃 讓他繼續住到上樓為止 其實我覺得街坊會放心很多 當然同一時間 也要盡量在市區找多些地 可以建造過度性房屋 令到街坊會輪流的時候 不用搬到那麽遠 郭靖你剛才說到的過度性房屋 我想起我們之前曾經做了一個報道 就說過南昌220 深水埗的一個過度性房屋 其實他剛剛租約期滿 就要交回地 當時他們收了大概94個住戶 他們大概只有24個住戶 是可以真的上樓 是有公務偏培的 其他人的去向是怎樣呢 包括59戶去了其他的過度性房屋 有11戶去了私人住宅 其實私人住宅是什麽地方 我們都很想知道 其實很多地方 據我們所知都是住在劏房 因為他住在過度性房屋 其實他很難遭遇到一個完整的單位 所以最多時候就回到劏房 這也是很多街坊 為什麽住在過度性房屋 偏遠的過度性房屋 他們不想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都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住到尾 住到上公屋為止 如果住到上公屋為止 大家都可能還覺得值得考慮 因為我搬去一個好些環境 租金便宜一點穩定一點 然後再搬上去便是公屋 大家可能都更安心 但如果你說要在街坊搬去住 在街坊公屋也好 接著住兩年三年 之後又要搬出去劏房 對街坊來說 來一回其實很多街坊都覺得 不值得這樣去搬 而且我經常說 搬屋對政府來說是很簡單 但對劏房的街坊來說是相當難的 除了我要搬運 另外還有小朋友讀書安排 那些在在都是需要時間 需要一些心力去處理的事情 其實對街坊來說也是很大的壓力 過渡性房屋現在看到 似乎是一個掩蠻法 想起得漂亮漂亮 讓你住一兩年 但住完之後他們都不能上樓 始終問題解決不了 現在新一屆政府有新招 推出了一個簡約公屋 說是解決劏房戶的唯一選擇 如果你的評估 當租約期滿過後 又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我們很擔心建立公屋是五年 尤其是我在啟德 那裡經常是萬戶 第一批街坊可能都會有機會 住到上樓 但等於第二批街坊 其實那裡能不能住到上樓 我覺得那裡會令很多街坊很卻步 因為如果我住兩年到三年到 我還未上樓的時候 那我怎麼辦呢 政府會不會肯答應 我都會在市區找到另一個單位 另一個簡約公屋的單位 讓街坊搬去住 我覺得如果你有這些承諾和安排 其實可能令街坊會比較放心 去搬去住 短時間舒緩一下 他住的情況 或者等上樓 如果不是 其實街坊就會想 我一來一回地搬來 我要花的心力時間太多 我不如繼續在這裡 我起碼住習慣了 或者我起碼所有東西都習慣了 我好過再升一個新的地方 明白 也很感謝阿閣今天和我們分享了 這麼多你的經歷 也介紹了你們社會地產公司的運作 也希望一些如果有良心舊樓的業主 都可以找到你們的房本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我們 我相信大家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希望幫土地街坊忙 也希望多些業主找我們聯絡 多謝大家收聽我們今集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